我們在這邊繼續說明 這個App Inventor 2 它的一些比較基本的一些功能 像是我們剛剛示範的那個App 我們當然可以 這兩邊都可以做設計面 以及Blob之間的切換 如果對語文上有問題 事實上它也有提供反題中文 不過它的題也是簡體的 繼續 所以我們這樣整個就可以切換成為 中文的一個 中文化的一個Type的環境 當然 在切換的時候 當然有可能變數 可能會做一些調整 當然這時候就必須要做一些試度調整 在這下面是有警告 如果出現了紅色的字樣 代表它是有錯誤的 黃色的話是警告 好 那 好 那我們現在 簡單的 我們就把剛剛的專案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 儲存 另 匯出 我們的一個 一個專案 桌面 那 這個 基本上 它當然是 我們剛剛專案的名稱 Try01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把它 稍微做一個更改 好 後面我們來加上一個 B 這是B版的 儲存 好 那 我們也可以將這個已經儲存在電腦上的專案呢 那 將它匯入 所以我們選擇我們的檔案 呃 我們是 剛剛是儲存在桌面 好 所以就是我們的Try01 EB 這個 開啟 按確定 好 這個 為了 你要確定的話 我們還是到 專案的部分 到我的專案 好 再勾 事實上 因為這兩個都完全一樣 但是我們 為了確 確定 確實是這個 幫我們匯入的 好 專案 好 所以這樣就可以做 匯 匯入 匯出的一個方式 當然很重要就是說 呃 你要 將你開發的 App 能夠做 做打包 然後能夠 下載到你的手機裡面 好 好 這邊我們就可以做打包 那 原則上呢 我們是建議 打包整 APK 然後顯示 二維條碼 這個時候你的手機當然要做一些必要的一些設定 好 那 最好是 呃 手機的連線 跟你這部開發的電腦是在同一個區網 好 這就是他打包的 動作 需要一點時間 那 當然 你的手機當然是要先 下載好 這個 8 code 對 這二維條碼的 這個APP 好 所以呢 你直接 這個時候 就可以 哦 將你的手機 好 這個 這8 code 條碼的APP 打開 直接就可以 去 做下載動作 那 當然 有效的時間呢 它只有兩個小時 好 那之後 如果說你還 過著時間你還想再 再做下載 當然就要重複我們剛剛那個動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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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